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 你應該要去北斗 北斗大家都知道 它的溫泉是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 它的溫泉旅館是 以前是很流行的 有東西 還可以吃東西 還有它的建築物是 古色古香很有日式的風 不過今天美鳳要帶大家去一間 已經很久就有一個溫泉旅館 但是它溫泉已經不能泡了 但是你可以去欣賞 它三不五時都有一些展覽 然後歷史文物 然後它的料理 就很像那種懷石料理一樣 家用心 食材也很新鮮 整個環境也是很舒服 空氣又很好 假日 你如果說人家要比較早的時候 就不一定要假日去 隨時去那邊走一走 拍拍照 挺舒服的 現在和美鳳一起去那邊放鬆一下 今天美鳳有約說要介紹 這間在北斗的歷史文物館 最早在日據時期 是一間相當高級 而且是有錢人才住得起的 溫泉旅館 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 這間屋子的功能也有了轉變 當中也因為整修維護 暫時關閉了一段時間 一直到最近這幾年 才又對外開放 而且還將這間屋子打造成 充滿濃濃骨味的 藝紋展覽空間 聽說這間收藏了許多 相當有歷史的文物 現在就趕快帶美鳳姐去瞧瞧吧 那就麻煩我們副館長洪先生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歷史非常悠久 九十幾年 不簡單 九十三年了 我們是北斗武館 是1921年建設 到現在就是九十三年的歷史 我們平常就是一個私立的博物館 今年剛好是成立三十周年 我們也在三十周年的時候 特別安排了特展 我們平常就有一些 光建築本體 或者一些歷史 就是一個常態展區 對 在這裡其實固定有一些東西 譬如像跟鄭成功有關係的 是 還有龍袍 是 我們待會兒就可以 到我們的展區去開店 那個一直都會看得到嗎 那是我們的 但是我們會 因為它的時間年代久遠 已經四百多年的歷史 我們是希望它能夠 就是有一段展 一段時間就收回去 然後再展 很可笑 這次在拍攝時 鄭成功穿過的龍袍 收在這個收藏室當中 並未展出 不過我們卻有幸 能夠欣賞到另外一個 罕見的文物 到底是什麼呢 趕快跟著美鳳姐 一起來看看囉 這個是 是 這一件就是我們鄭成功的 親筆的一個書法 他寫的是一首詩 那這首詩的兩百八十七個字 就是描述他在這個 東南沿海征戰的時候的心情 他很想這個回歸鄉村 希望這個就不要再這個征戰 所以你看他 這是他三十二歲寫的一首詩 他實際上鄭成功年紀很輕就去世 三十九歲就去世 所以這個時候就 泰熙說第一句 泰熙無聲日以昔 然後就是他的文章 身價見垂低 後面就寫了一些他的 像回歸故里 像這個回歸田園生活的一種心境 自寫的相當好 非常好 對 他是中過秀才 所以他的文武雙全 那這件也算是國寶 國寶你看還有他的親筆 親筆 對 因為鄭成功的書法 我們一般很少看得到 因為他那個明末的時候 是戰爭年代 他留下來的非常少 所以大部分都是在日本 那因為鄭成功的母親是日本人 對 所以他現在大概大部分徵積 都是從日本流傳回來 所以我們有些東西 跟日本其實有一點類似 有些很類似 就像我們的建築 很多人說 說這個是實際上是 留學生 日本留學生 來去中國學道的時候 帶到日本去 保留下來 所以很像 除了相當珍貴的鄭成功莫寶 之外 這裡也收藏了許多 清朝年間的文物 像是古代女性禪族所穿的 三寸金蓮以及服飾 還有清朝官員的官袍配飾 每一樣看起來都很有歷史感 除了這些清朝的文物之外 這裡還收藏了許多 台灣原住民的傳統服飾 都是我們一般比較少見的 現在就來好好的欣賞吧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我們 塞德克族的一個珠衣 非常的珍貴 這上面的這個衣服 用上萬顆的那個貝殼 把它穿墜起來的 所以非常珍貴 那現在目前在台灣 大概現存的沒有幾件 那我們有一件非常漂亮原住民的 那我們再可以看一下 這邊也是 這是排灣族的 所謂排灣族三寶 像是這個桃蟲 這個刀子還有這個 就是非常 這是在頭目才有的 或者他們的一些衣飾 背帶 甚至是像我們這個年杯酒 年杯 對 真的很有特色 是 像這個現在外面其實有時候 還可以買得到類似 可以類似的 用豬豬做的那種 是 但這個都是早期 就是真的 去把它封在上面 現在是做一個樣子很像的 是 但是顏色都很好看 是 很有特色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個是 我們原住民的那個 打獵嗎 打獵的刀 所以這個可能當初都真的是有 我們叫做出草過 就是有 對 我們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花紋 像這個是 這是排灣族上面的擺布石 非常的精緻 對 背面的那些 那些螺墊用貝殼向上去 都非常的精緻 好 這裡都有說明 都有一些 這個說明 對 是 好 這裡以前又是 然後以前浴室 今天都還擺在這裡 還用 對 我們待會兒就可以去看一下浴室 我們可以去看看 好大的浴缸 是 這真的都是溫泉 是 這間93年浴室 這個溫泉當初在我們的 七個浴室裡面算是最大的 目前是唯一留下來的 本館唯一留下來 但沒有在用 沒有在用 那這一間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這個 牆面上的這個瓷磚 這個瓷磚就是所謂說 北投燒的瓷磚 北投燒是台灣唯一的 所謂現代陶瓷 就是發源地是在北投 所以我們早期很多時候 以為是在鷹哥 實際上是在北投 是喔 那北投最早做出 1896年做出來的瓷磚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那個 監察院總統府附近的瓷磚 都是從北投燒的 那1977年之後就禁止開採 所以這個已經算是遺跡 就是再沒有新 所以是非常珍貴 那這一間是特別在什麼地方 就是說我們這邊有一個圖是 這個在1942年的時候 叫台灣鐵道旅行案內 他就介紹北投大概 28家的溫泉旅館 那我們就擺第一 我們叫嘉山旅館那個時候 嘉山旅館的消費 一次平均消費是六塊錢 六塊錢 六塊錢 現在坐公車都不夠 六塊錢那個時候是非常昂貴 是最好的地 北投從火車站走路五分鐘距離 到最好的一塊地 那這裡是很... 高級的消費 對 高消費 所以那個時候 大概三塊錢以上的旅館 大概都是日本人消費 台灣人消費不起 所以台灣人大概都是 三塊錢以下 像我們現在有個特別的行業 叫Nakashi Nakashi就是那個時候 台灣的溫泉旅館走倉 慢慢演化來 一直到今天 那這裡的料理聽說也很厲害 很特別 那我們現在就一快去吃 好吃料理了 好 美鳳姐請 那我們要請布里翁紫綺 為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是什麼套餐 你好 謝謝 你好 美鳳姐 歡迎來北投文物館 是的 其實大家想要北投文物館 應該不會想到說 這裡有餐廳對吧 對啊 其實我們從2008年 重新出發以後 才在這個博物館裡面 增設了餐廳的部門 這一個套餐是屬於冬天的 對 它是冬天的菜 好的 而且美鳳姐 如果我不說 你應該不知道 這全部都是由電磁爐跟電烤箱製作的 好 因為這裡不可以 對 不能有迷惑 對 所以我們在有限的條件下 就是創造出 盡量讓大家創造出特別的美食 是的 來 美鳳姐可以來嘗嘗看 好 這是我們的尋味的三品 你可以先吃一下這蟹肉真杖 就是把新鮮的螃蟹 然後我們煮熟挑出肉以後 跟我們廚師打魚漿去做的 對 我覺得它口味 就是 那個蝦肉的那個感覺還滿清楚 然後它這個算是冷的 對 它是冷盤 另外這個 這是海膽的中捲 我們用海膽醬去燒烤中捲以後 再去用噴槍去燒烤路 著色這樣子 其實都還滿保持原味的 對 我們希望盡量讓大家吃到食物的原味 這還滿甜的 對 滿甜的 其實因為 因為做懷石料理最重要的就是海鮮 所以我們都盡量選擇是 可以直接生食等級的食材來做 所以稍微烤一個烤一下 就可以吃到 吃到原味 我覺得這也是懷石的精神 沒錯 其實不管哪一種料理方式 只要食材新鮮 簡單烹煮出來的食物 都會很美味 而除了食材本身的鮮美度 有影響之外 廚師的料理技巧 更是影響一道菜美味的關鍵 你可以嘗嘗看我們的白韻嫩和鴨 這個 鴨肉 是的 好的 我們的鴨肉是選擇日本的和鴨 為了讓大家覺得鴨有油油的感覺 我們先用烤箱去煎盤 去把它逼出油以後 在珍珠製作裡面 請問它還跟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香菇丸子 香菇去地以後 塞入我們自己打的肉漿 有絞肉 然後有豬絞肉 雞絞肉 還有蝦仁等等的 你嘗嘗看 甚至連我們的白玉大根 對 這很漂亮 很漂亮 為了讓大家吃起來 不要有色味跟纖維的感覺 我們是清水裡面 特別加入了白米去煮過 把它的色味完全去除掉 很嫩 再把它放入昆布的高湯 這菜桃好吃 好吃 而且比較不會胖 對 所以喜歡吃美食的人 可以讓我們這邊多嘗嘗 因為我們其實都零負擔 而且這裡還有 你知道嗎 就是 你要想每一個地方 都這麼久的歷史了 這是我們的福氣 真的很感人 對啊 這棟建築物有93年了耶 真的 然後來這邊又可以吃東西 對啊 然後聽聽流水的聲音 空氣又好 真的 我們希望大家來博物館 不只是就是來看展覽 還可以享用美食 就是在很忙碌的生活中 然後你可以花一點點的車程 就來到北投文物館 度過一整天的悠閒時光 對啊 如果呢 有人喜歡行溫泉的話 他可以 可能早一點出發去哪裡 晃晃晃晃 我建議客人可以從北投公園 走上來 散步上來 好 對啊 這樣你就可以經過第二谷 等等 好吃的美食 配上美麗的風景 更是有加分的作用了 看著美鳳姐這樣 邊吃美食 邊看美景 真的讓人很羨慕 好 接下來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招牌 招牌 它是我們 它是一年四季唯一不變的菜色 那我應該是怎麼吃呢 我是覺得建議您可以先吃一點豆腐 然後煮了這個和風醬 好 先吃豆腐 有吃出來什麼濃濃的味道了嗎 當然它是花生豆腐 對 它是花生豆腐 然後再有一點它特別的醬 對 很多客人不能吃豆子嘛 怕錯了痛風 所以這是我們特別研發出來的 對 然後香氣又夠 然後那個和風醬又剛剛好 也不會太甜或太酸 對啊 配上這樣的菜 就很爽口 好 要不要再嘗嘗呢 好的 這個是 這都沒有明火煮的 對啊 這都沒有明火 我告訴你有沒有看不出來了 那我要先吃一下這個咖啡筍 是 是不是 就是可能灑灑的 用烤箱稍微烤過而已 烤一下 灑一點胡椒 就是讓它那個水不會太多 但是又剛剛好 對 還保持它汁水的感覺 對啊 也很原味 這個是那個 和牛 和牛 對 這裡可以吃到和牛 很訝異 真的 我們雖然說是一個小小的廚房 然後只提供固定幾樣的菜色 可是我們很用心 這裡就還有一些展覽 對 我們一年會換大概 兩次到三次特展 這次是剛好是 30週年的精品特展 看來美鳳姐應該有看到 有 每件都非常地精緻 而且這邊還可以 如果 喜歡購物的人 那我的話 我就去看一下 他們有採一些什麼 賣一些什麼 還不錯 那個葫蘆很有特色 很可愛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蓮花 荷花的夜燈 是 真的 就是 而且送外國朋友很有特色 對 你覺得 怎麼竟然我們把葫蘆做得這麼好 好的 那我們來吃一下這個 裡面是牛肉嗎 是的 脆脆的 這好吃 好吃 牛肉跟牛肉本來就是很肉 是啊 這樣子才不會 就是剛剛好 很汁 補柴 這個很好吃 對 它這個 外面這個牛肉雖然會比較乾一點 但是它的香氣就更足夠 這道上選紅牛八番捲 是用日本和牛的牛小排部位 再搭配以醬油 味醂燉煮入味的牛棒絲 捲成圓桶狀 然後再一放入照燒醬汁 來烹煮到入味 那個甜甜鹹鹹的口感 還有濃濃的日式風味 吃一口就讓人覺得 那這個是 這個是羅勒烤嫩雞 羅勒 因為我的客人他常來這裡 他不能吃海鮮或特殊食材 那我們就要譬如說 用雞肉來取代 或者是豬肋 然後這個是烤雞 好的 然後旁邊配菜是 南瓜 南瓜 是的 吃一個南瓜 南瓜也有烤一下 原味甜甜的 應該稍微烤了 然後就它 稍微酸酸酸酸 對啊 好 好 要加點檸檬嗎 來提味 一點點 一點點 好的 這有醃嗎 有用羅勒 然後有蒜頭等等 打出醃料去醃過 醃製一天晚上 再放烤箱 稍微烤一下 就很好吃了 還滿嫩的 還滿嫩的 皮是熟熟的 很香 香氣很夠 那設計的靈感怎麼來的 這才 我們的料理長 他非常地有產意 他看到一年四季的變化 他就想要把這樣子的菜色 就是這樣的風景帶入菜裡面 所以他就是 這個季節採用什麼樣的菜 他就把它帶入這個 人家說懷石就是佐美景 就當令的食材 對 就如同翁副理所說的 懷石料理本身的精神 就包含了 運用和乎當令的食材 運用和諧的烹調手法 將食物以最自然 優雅地呈現在客人面前 讓客人在品嘗時 吃到了食物的美味 才欣賞到食物的藝術 吃完以後 很豐富 很多 對 您知道在一套飯售多少錢而已嗎 請問 是多少錢 因為我才吃一點 其實還有很多 這樣會百貨 這樣差不多多少錢 這樣八百八十塊而已 八十塊而已 是的 這個看起來好漂亮 是的 它是我們的炊飯 對 是用麻油爆香的雞肉炊飯 那這個是 這個是菱角的排骨 這個讚 這個很好 就是很原味 很清淡 好的 這個看起來就很誘惑 這個碗也是特製的 它是整個進去炊 所以裡面有缸 裡面有缸 裡面有缸 它會黏住 對 因為有蒸氣 是 這個設計還滿特別的 對 好 好 那裡面還 試試看 還加一個蛋 對 一顆醬乳的鴨唇蛋 我不敢 那個 熱量太高了 美鳳姐都苗條不怕了 那油飯 對 但是不是用蒸的 也是用拌烤的的感覺 很Q呢 是啊 很Q 很Q 那個麻油的香氣 很Q味 讚 很好吃 我自己也很喜歡 剛才美鳳姐所喝的 菱角排骨蘿蔔中 主廚運用高湯 將排骨煮爛 也將菱角的甜味給熬出來 所以那個湯鮮美的程度 可想而知 那另外一道 麻油山雞育飯名 主廚則是發揮他的創意 以麻油將雞肉炒香 再放入飯裡面吹 那有人麻油的香氣 配上淡淡的米香 太超過了啦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裡其實有不定期 舉行日式的藝文活動 對不對 你看到這麼日式的空間 一定知道我們很多活動 其實也配合日式這樣的主題 有日本的茶道課程 還有河果汁課程 來這邊手作打抹茶的感覺 還有捏至河果汁的樂趣 這個真的完全就跟我 去日本的時候很像 日本也是 然後抹茶 河果汁 然後就欣賞 我覺得這種生活是慢活 非常 態度很重要 我覺得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 你喝茶的心情 你會覺得 就看你用什麼角度 去喝這個茶 那個心情真的要稍微放鬆 放空一下 你會覺得 是啊 是 像我們在這裡 這裡就是 然後撥上去 跟大家分享 日本茶道裡面有一個精神 叫做一期一會 就希望每一次都是 這個人生說最後一次的交會 所以我們都用最珍貴 然後對待貴賓 然後希望他們這次是他們這一生最棒的回憶 這樣子 對啦 就是說我們台灣也有這麼好的地方 是啊 我們自己就常常來玩 朋友祥祥的 或是親朋好友 這樣子很好 所以在這個 懷飾的日式空間裡頭 你可以吃到一些 它不是... 它說一人一分 然後它讓你吃肉 還可以吃肉 就是滿美味的懷飾料理 對 像剛才說的 是我小的 很幸福 今天也非常謝謝我們的婦女翁之妻 感謝你們 謝謝美鳳姐 謝謝 謝謝 站在歷史的洪流中 讓我們看見自己的渺小 今天去美鳳了呢 有幸走了一趟北投 看見古蹟文物 也看見了過往的歷史 還吃了很好吃的料理 身心靈都得到放鬆 如果說你如果有機會來到北斗 除了泡運轉之後 你已經可以來這裡走走 老老的 體會一下日式建築 帶給人的寧靜感 放空自己 享受片刻的悠閒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請大家記得 每個禮拜到拜五 中午12點半至1點 鎖定民視頻道 美鳳有約 拜拜 好 好